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洗肾击从原本的16胎增加至99胎 一旦被医生证时患上末期肾脏衰竭 除非幸运得到患肾 否则一辈子需要依靠洗肾来延续生命 根据马来西亚肾脏统计局数据显示 马来西亚洗肾病例从1994年1700人增加至2014年 将近35000人 20年来直线上升20倍 这意味着洗肾服务越来越重要 90年代 洗肾服务资源有限 许多人因为付不起昂贵的洗肾费 所以选择放弃 我们一般上班族可能在1000出的薪水 或者15块的薪水 那你洗肾一次350 你一个月几乎是差不多要12至13次这样子 所以其实您赚的钱 单单要洗肾都不够 那你就不用生活了 1996年 此机在槟城有135户照顾户 其中包括许多的肾脏衰竭患者 发现到要洗肾的人很多 在政府里面排队排到不到几时 私人医院方面 有些一家两家三家这样在洗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而且很贵 20年前如果要盖这个洗肾中心 社会的大德 我是连医疗的行业的人 就讲如果要跟病人洗免费的话 其实这个费用会很大 应该没有办法保持下去 筹办理所费用全面的洗肾中心 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考验 但是为了身处于贫病交迫的病患 成立费用全面的洗肾中心 势在必行 尽管面对众多困难 但是此机人并不畏惧 透过开始是用环保 那么环保的话 就有办法进入更多的 整个社会的大德们 来扶持这个洗肾中心 为了筹募此机洗肾中心基金 此机之工化愿力为行动 筹办大型衣卖园与会 人文之夜等活动 吸引大批民众参与宪爱 纷纷肯定此机大爱理念及时做精神 1997年8月3日 在万众一心的祝福下 全马地家费用全面的洗肾中心 正式在槟城成立 2002年 佛教慈祭洗肾中心 相继在吉达和威省北海成立 为更多圣友提供服务 重拾身心健康 20年来 佛教慈祭洗肾中心一直坚守使命 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守护爱 初心不变 爱延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